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暗谷围流 楚刻碑 秋草独寻 人去后 杭林空见 日邪时 汉文有道 恩有薄 香水无情 吊起枝 寂寂江山 遥落处 联军何事 到天涯 西汉才华绝伦的政治家贾义 北汉文帝贬折到长沙 不再重用 33岁就去世了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 刘长青独自走进贾义故宅 心情无比沉重 食人踏着秋草 执着地寻找假意的踪迹 只看到微弱的夕阳映照着树林 刘长青 刘长青原本为政府要员 其料被皇帝一扁再扁 成了可有可无的闲散人员 这份委屈和无奈 跟假意同病相连 暮色更浓了 落叶在秋风中纷纷凋零 诗人一声哀叹 假意先生 您究竟为何会被放逐到此地呢 刘长青只是在怜悯假意吗 他也是在怜悯自己啊